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小花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小花带大家去一家在Costa Misa新开的一家墨西哥连锁超市 这个连锁超市的店面里边跟其他的有所不同 它里边的店面风格是魔法墨西哥集市建造的 这两天其实我们已经去那家超市两次了 因为里边的东西又好吃 然后还可以买到很多的墨西哥特色的东西 而且有人是专门开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从洛杉矶那边赶过来的 在美国尤其像加州有很多的墨西哥移民 当然墨西哥文化也是遍布每一个角落 所以我们这里墨西哥的美食餐厅 墨西哥的糖果店 还有墨西哥的饮料店 像这些都是我们经常去的 所以墨西哥的味道已经融入美国被大众所接纳 今天带大家去一探究竟 我们今天带着这个优惠券来 它这块给了两个优惠 然后这个可以免费拿一个墨西哥玉米卷 然后这个是肉肠 但是我们就不拿了 因为是肉的 前面这块正在做面包 然后他们每天的面包都是现做的 就是底下这一排全是现做的 我今天要买这个 我觉得这个就像我小时候吃过那菠萝包那么有食欲 这一个是三块四毛九 这边就是可以自己拿盘 然后选你想要的面包 这些面包都比别的超市好吃 昨天我都吃过了 然后这个是他们墨西哥特别有名的 就是面包上面带一层这种糖霜似的 这是一上午现在刚十点多 然后就已经很多都空盘了 就是各种面包都有 然后这边还有像类似于muffin这种的 然后还有这种类似于酥皮一样的 还有这种蝴蝶酥很多品种 看看这边浩浩荡荡的队伍 一直排到了门口 超市里边有一个人跟我们介绍说 他这个El Moro是大马的意思 然后他这家店面是1935年开的 就真的历史特别悠久 这边是墨西哥工艺品区 这些盘 碗 罐 真太好看了 每个都想带回家 这边还有他们就是手工编的包包什么的 其实这些都是他们当地 他们就是这家超市请的当地的设计师 然后去制作的 而且这个价格也都比较便宜 像这样一个可以插花的瓶子才14块钱 就还蛮便宜的 然后他们家超市现在正在打折期间 像我们平常买的东西都在打折销售 所以要来的赶紧来 然后这家是1980年开的 然后他们家就是有很多猪肉皮 所有的都是跟猪有关的 这边是猪肉皮 那边是炸的脆猪肉皮 这家是卖水果的 然后还有一些水果饮料什么的 往里边加辣椒酱 然后加水果 这可好吃了 我们老吃 但水果就是给它削成一块一块的 然后加到那杯子里边 这个是往饮料里边加的墨西哥辣糖 这边是卖那墨西哥饮料的 这个饮料也特好喝 就是糖比较高一些 他这搞了一个试吃 好吃吗 好吃 叫什么 这个是墨西哥冰箍尔家 那个墨西哥冰激凌店 它那冰箍尔都特别有特色 然后就是像这样的 然后里边就是感觉有那种颗粒感的 然后它这个冰箍呢 有的里边是带辣椒的 然后他们冰箍也都是现场做的 我们找到了这个冰箍制作工厂 就在这里边 这边是起司的蛋口啊 然后这个区呢 就是都是糖区 然后你们看上面挂的那些是皮安达 然后它墨西哥有一个传统啊 就是在别人过生日的时候 去买一个这个皮安达 然后呢把里边装满了墨西哥糖 或者你想装什么样的糖都可以 然后呢你小朋友呢可以排着队 用棍子打 这个皮安达呢一旦打开了之后 它就会有很多糖撒出来 小朋友就勾拥而至的去捡 然后昨天我闺女参加了一个这个派对嘛 他们家呢 她妈妈是有点墨西哥血统的 所以他们家呢就打了一个这个 小朋友都特别喜欢 给大家看看这个巨型的皮安达多少钱 一百九十九啊 天哪 这好贵啊 给你们看一下一百九十九的价格 这个是一百九十 这结婚才用的吧这个 天哪这一般生日不用 然后这底下的都是三十块钱的 这个超市它就很有特色的点 就在于你在这个超市里面 所有墨西哥的东西你都可以找到 前我们都是要去专门的墨西哥糖店 像类似于在Sandana那边才能找到墨西哥糖店 但是这块呢居然在超市里就被我们找到了这个墨西哥糖店 这我老公心心念念想买的糖 就这玫瑰花这个 它是花生做的 里边有pinut 我想试一下 来 买了 就这个糖 我闺女特爱吃 因为它是可以用手去挤的像催蒸管一样 挤出来很多这辣椒糖 然后小朋友吃起来其实一点也不辣 然后但有一点微微的辣味 基本上是酸和辣的 结合在一起就很好吃 好 这边呢是Salsa的店面子 他们这的Salsa都是现做的 就让人看着特别有食欲 你看每一盆都是用那种传统的墨西哥这种 在最像捣蒜的盆 然后去盛的 然后这个是我们经常吃的牛肉粿Salsa 里边有西红柿牛肉粿 然后这一款呢是用那个青西红柿做的 然后这个味道偏酸有点辣 就你吃这个Salsa的时候呢 就必须站着旁边这个片片去吃 我们现在要试一下 然后有辣 还有不是微辣的 怎么样 好 这边呢是专门卖这个墨西哥干货的区域 给我的感觉就是他这干货的特别新鲜 然后我想要多少就要多少 这边是卖那个Chili Reano 还有那个Inchalada的 这边是做Taco的 Taco人好多 好 这边是美食广场 这边美食广场人也巨多 全都排满了 我们俩现在在排队这个Tacoali 这个Tacoali呢我老公刚才说有素的 好像是那个Halapeño 还有那个Cheese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就那个玉米味的 我们俩试一下 然后这块呢排队排得特别长 我觉得这个超市呢它也吸引人的点呢 那不光在于它是一个新概念的 这么一个墨西哥的传统 旗式式的这么超市 还有一个吸引人的点呢就是 它呢可以让你直接的看到 他们正在做的这些美食 是如何制作出来的 都让人看着特别有食欲 看看我们满载而归了啊 这个是我们刚刚打包回来的玉米卷 这呢还有一杯墨西哥传统饮料 然后这个饮料呢它是热的 它跟别的饮料不一样 别的饮料加好多冰 然后这个呢是热饮 就有点像hot chocolate吃 然后一喝上去的感觉 有一点热巧的味道 然后它这饮料呢其实还挺健康的 然后它是有核桃 然后玉米打碎了这么一个热饮 现在开始吃这个 莫西哥鱼卷 把这个酱倒上 这个是那个青西红柿酱 它有一些酸啊有一些辣 我就把这个都倒上了 因为我才吃这个酱子 是西班牙米饭 我觉得这个如果要在现场吃可能会更好吃 因为它还是会热 然后拍回来就已经稍微有一点点凉了 因为当时用的人太多了 我们根本就找不到位置 好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儿啦 我们下期再见 小花儿去吃饭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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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为了解 UM 专业